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其实很短的时间都是跟阿姨跟阿嬷都要针铐 他是中古的 中古的安徽 安徽 那时候就是讨私塾教育 其实那时候他有现代的那种刑定 他就是针铐 针铐 对 其实他没收到很完整的教育 阿姨是跟他慢慢的 他这个过程很短 大家后面有机会慢慢的 他就跟他去自学 要有机会他找大学去研究大学 研究大学买了 因为世代会动乱嘛 那老板跟他后来的那种 新妈妈去香港 他去看他 他去看他 本来是要看他后就回去中国 回去中国 再去继续投资 阿姨他要说老板需要他 他就留在香港 留在香港 他一心就开始转变 他在香港开始接触到 最传统和最传统的教育 在新的学书院投资 阿姨他现在 他已经代表已经算 对郭敏夫来说是沦陷了 所以郭敏夫也没让 他的正式的那种身份 所以他也没法去美国 去哈佛投资 就用一个有国际的身份 去美国投资 我说这段是说 代表说这个学书 都是一个很独立的 他自己有很多的规定 他一心 其实都是自己在讨 自己在想问题 他其实应该是买了 他在海外 学书有成 他可能中研院里面 第一个应该最年轻的院士 所以他也来台湾的中研院 中研院院士真的是海外 所以他是最少年院士 他几年有回来台湾 他就是唐奖 唐奖 第一个唐奖 第一个唐奖得出 他也就是美国很重要的人 是我们人文学界诺贝尔奖 叫克鲁格奖 学术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种 他教的学生 现在都是在东东 中研院也做副院长 做院士 你说黄金星副院长 王范森 还有台湾 陈洛水高修 这都是他教过的学生 都是救命的学生 所以这是 他的影响 就是他自己的学习 他自己的助手 自己教的学生 所以彼此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是说这个云史高修 我看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是 他是193年出生 是 他经历这个抗日 是 是 照理说 他也算得比较大 才去香港 是 他终身非常反共 是 他对共産党很感冒 是 他是哪个个性 这么明显 其实他跟他的接触的过程有关 那时候 他出生 1937年就开始 控制 日本来 日本来 共産党开始做大 他在安徽的增加 他就看他增加 他的乡亲 他的终身就去 去共産党的土区 起床嘛 当然 后面 他以前还没有共産 他在电影的特殊党 变成共産党的新四军嘛 所以 他 就像我看这个 很残暴的 那种现象 所以 对共産党 是没那个心 不过 他比较大 他自己的表演 他的表演是 北大的 职业学生 就会 他说 一些共産党 比较好的部份 他当然一开始也 像他过年 有那个经验 所以一开始 他也是 排斥 但是要他说 他一直跟人的好意 总是 自己的表哥 开始就 稍微去理解一下 当然人在那年轻的阶段 总是 开始有自己的讯法 去接触 各方的 那种 思想 进来的 他也认为 他不一定有好的部份 所以 他也是 就开始去接触 但是他自己买了 在那 要接受 他要去 他听 他表哥的位 要去申请路团 他就是 青年共青团 那就是入共産党的意思 入共産党的意思 不过 不过他没有真实 其实是 人家开始审查 他过去 开始 要去做共産党 也不简单 要去做共産党 这种 要去做主流 因为执政者 这个权力的中心 要去也不简单 你的成分就要较好的 你的思想要较纯正 当时 那个改端 开始就说 到底共産党是什么 要去 共産党强调是威武 要当时了解 所有威武的事项 他其实是 较立宿 连立宿的 较法 合身 也是比威武 他就觉得怪怪 他就开始 透过这个 自己自觉 就开始 打执 想去 打执 到底 什么是威武 什么是威信 所以他的认识是慢慢的 这样生 来 这个威武是什么意思 威武 我们说威武时 什么都是物质的 发展 社会 跟影响社会 要看有丢望 对 对 比较实在 你说 威武 都用心的 输上也是 输上的 所以你 看不到 但是我们的很多 本来输上就 输上的 你说 你觉得这人好 觉得这人 不 他也是 他感觉 就是输上的 但是如果输上的 输上的 你也可以说是威武的 看都知道 不过你也是 跟你的心有关的 所以这有点 这也很难说 威武的心 比较清楚 它是透过这个过程 它自己慢慢的 有那个循环 像这个语音史教授 他就有说 其实影响很多 很重要的学者 包括台湾 但是他本来 因为他已经 对共产党 非常不认同 不认同 不认同 他这其实有一个阶段 他自己经历过这个过程 我还有说到 他在北京 他叫燕京大学 不该做北京大学 因为北京 近年去看老北 看了 在香港 又坐黑车 回去北京 继续讨历 他在 刚才 这也真的是名文的安排 他在广州的时候 开车 过程 比如说他要回去 回去北京的火车就接不到 就在那里停留 在那里停留 在那里停留的时候 就想老北 他会这么多了 他也不知道 他回去 对不对 他在那里想说 他当作一个决定说 他要回去照顾他老北 他这样想清楚了 他整个轻松开了 就说其实 他开始也觉得一个时代压力 或是共产党的压力 是在那里 所以他有一个 有这个 自觉 所以他的灵性有很多 那种变化 跟他这有关系 他买了 其实一开始对共产党 是因为 透过他们表现 他们表现 是共产党 不共产党 这一年后 他们表现也没得到重用 但是他们表现 开始去追求 古早他们共产党 最后翻对的 比如说 我们讲武士 也有代表 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也好 比如说 路价也好 尽管他表现 去美国去找 他跟孔子 同向 合照 就是说 这是一个专门 所以对共产党 实际上是没有好感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在那 他就北京年 的时候 发现六四 六四其实 他有亲戚 是在那里 的事件 比如说是伤亡 他就说六四 他说这就是一个 共产党的本质 所以他组六四之后 他就回去 六四如果不平凡 他就不再回去中国 他现在国际上 影响 中国的学者 你说他如果回去的人 每次是最好的 整个去交代 你如果看一些 我们一些学者 去演讲 那些 设得一下 外国的派 票才会 ehkä 一定比那个 还更高 但是 但是发现六四后 他都 没什么回去 但是 在六四之前 他去美国 这样多年 有一遍 他带了一个 美国政府 出了一关 考古团 1978年 可能是他离开中国 这样多年来 第一次回到 这次 也会出了一首 死 死的心情 但是 自那种 后 他就不再回去 當然你說考古 你如果說到華夏的文化 好像中國古代的文明 你總是他的文明的那種機子 地劇的考古範圍一定在那種地方 所以必須 你如果要做考古的人 他一直在那裡回去 當然他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叫張光子高雄 他在想回去發展 當然他真的想回去 人也沒有歡迎你 就說在美國真有名的學者 你回去中國人也不一定歡迎你 所以他本來就對這個看都很清楚 今天有訪問是廖志峰 他是出版社發行的 《雲石回憶錄》 雲石先生是歷史學家 修雄家 他在台灣 香港 中國很多學家 在修科和歷史去訪問 不過我們也知道 因為其實他現在是我們學的 但一般來說對這個歷史 修雄的社 通常在那個賣的時候 因為他比較違心 所以為什麼志峰你會想說 因為現在高雄是住在美工 是 你過去跟他做訪問 是 是 你是怎麼起心動念 覺得說 我們怎麼來做一本社 你怎麼預測說他會好嗎 對做北京國隊做出版來講 我先為這個台北來講 就說他覺得他是重要的 我們才會去做 不然這麼多主要怎麼做 這本一定特別重要 余映石教授其實 遠程出家已經有很多社 方野治元節考 出一些歷史世界 比較順暢的 本來就有接觸 不過其實他在想說 他當時出他的回憶路 總是要了解 他是怎麼今天變成一個學者 他是對著什麼看的老師 他的靈性對我現在打擊 挫折還是說有現在專本 我們總是想要了解這個過程 他到底什麼好處 讓他突然突飛猛進 我們如果想做學問人 其實對這個是真好奇 不過一開始 他是一個非常欠喜的人 他一開始並沒有 怕什麼什麼回憶路 他沒有想要突顯自己 不過有一個記者 一個中國記者 2,0007年去美國去採訪 去採訪他 去採訪他 他就要做他的訪談路 所以一開始 這十二年前 基本上做十二年 一開始我想說 這可能是用訪談路 第三人稱的方式來出辦 當然這個記者 他要去採訪他路上 開上門 也要很多工 所以我們有贊助他的旅費 我就想說這樣可能 我想說這是真好處 不過他這個採訪的過程 跟他的射告的完成 差不多在那兩千十一年 十年左右 他這個記者會出稿 很好 然後讓余英石教授看 不過余英石教授就開始想說 他一開始的答案是說 他跟自己的過期的人 先做一個記錄 做一個經理 後面再說 那些人想說 這本書怎麼這樣 先去採訪 他就開始想說 是不是自己來寫 所以有一次我在問 這個記者說 到底這本書 余教授是 看到什麼程度 改到什麼程度 他說 改到新亞蘇院 新亞蘇院是二十幾個事情 他已經八十八 他說 再開始採訪 後面那是要怎樣 我說很緊張 我想說 這本書可能沒有機會了 我就是說 當然我還是繼續關心 不過在那兩千九十七年的時候 我就開始看 奇怪 香港的一些十字 他已經開始有余英石教授 自己寫的回路 一張一張慢慢的揣 他說 很精彩 很奇怪 這本書覺得他繼續寫 我就很煩惱 不知道有什麼人跟他說 有一個人跟余教授打電話 我要去感動也揣一下 他說 你不用煩惱 他打電話 他說 不用煩惱這本書要教你出 我真的要考慮了 這本書等那麼久了 要十二年了 我根本不敢想說這本書做的 但是其實他打電話之後 那時候的理想也沒那麼多 我跟兩千九十八年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他的臨性的改動跟他 哈佛大學的學位的部分 但是這個時候 這個書已經有十幾萬年了 我就說 我們現在出版 還要給大家 還要記住 他現在已經八十八年了 說實在 我不知道 他要再寫多久 那這本書 我為什麼覺得他好好看 就是說 因為這個很重要的學校 就是要了解說 他是怎麼今天走到這個路 他是怎麼開始想要歸歷史 到底歷史對於人生有什麼幫助 他說 他是怎麼變成 他到底要怎麼找 他會讓他有什麼進步的想法 我們當然說 很多傳統的交友出來的人 他屬性不一定開明 不一定開明 不一定開明 不過他是我接觸裡面的 人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不一樣的人 我可能 我跟他覺得 他可能是我覺得 中國文化裡面 我覺得是最好的一個代表 我跟他接觸 我覺得好像如沐順風 所以你是去美國 對 這本書還可以 確定要做 不過我跟他說 很多問題 可能要人民跟他討論 我真的 以前不敢跟這個學家說話 我們沒有討論 我們是要跟他說什麼 但是很多 你變成這上的問題 你要人民跟他請教 我說 我先把你做的事 給你看 我找時間來拜訪 所以我今年的交友 飛去美國 普林斯頓 去京都 其實我跟他印好的時候 我很開心 說 總可以看到這個本人 但是後來我開始緊張 我正在想 要跟他說什麼 換得換事 對 換得換事 而且我也說 他可以有多少時間 我想說 其實他現在八十八個 說話說過很多人 會穿 所以我就是說 我可能 老兩天在那裡 看他的情形 怎麼可以 我就說幾天 我沒有想說 我去年島 兩人說很開心 我本來想說 好像一天要來 他說 他說他要用兩天 我兩天都跟他到店 到店吃飯了 我說他可能要做變幾百年 做來 很開心的一個改端 我也很開心 這本主委可以做出來 雖然還沒結束 所以他跟哈佛打出 不過這段 這段 這段的年輕人很精彩 還是他經歷過 一個地方民國政府 一個儘管如何 進入過程 要在那裡生活的人 他是怎麼面對這個變局 還是這個變局 對國家 對各國人來說 都是很大的變化 所以他爸爸本來是 在 也在做理事學界 要去香港 要是在美國 這個過程其實 也是很波折 這是一時代的這個美局 對 其實這個 因為這本主委是算 做一半 做一半 是 其實他後面的部分 是可以 你還在做嗎 其實我每天都要說 要希望可以繼續 他跟我說 他還要繼續 其實後面 他開始在教授 他那麼多學生 他有去教授 他要讀到什麼人 他還讀到六四 你又是 從中國找出那麼多 第四分主 他是怎麼接觸 他自己對六四 會看什麼 我相信這在後面 人一切裡面 都要交代的事情 這樣 是 所以其實這個 廖志峰 這個志峰 他出版社 很高興 他跟余教授說 沒有了 我這本書給你出 是 他背去美國 兩天 確認把這個書 剩做前半段 對 你現在做出來 因為這是一個生 因為這個做家裡本身 因為我們現在有的做家裡都很會打輸 是 都配合很多活動 是 不過這位高雄說 他是一個文人 是 歷書和多歲 大美國 所以你現在這本書不得好嗎 這本書的結構 是 超好我的預期 他當然 他對中國的人 有 吸引力和地名 而且他還反共 其實他是 很多海外 中國人的希望 總是一個真心的代表 我對台灣來說 其實他也很多學生 也很多養母子 我覺得很多 學術的少年學生 這本書來說 對他們好像是 很重要的書 你知道一個人 怎麼變成一個大學者 現在這本書已經做 做要一萬本了 一開始 是說這本書 很久 我一次做三千的金裝 讓人家點藏 然後 歡迎很好 我記得用瓶裝 再推廣 想說 要更多人來 這本書 要幾萬本 這算很好 是 我沒想過一個手禮 我知道我現在主 都可能買不到一千本 因為這本書 他真的常常在看 他算做得很樸實 是 不是像人家 就很花俏 這也是老師的個性 我們也知道他要什麼 我們也用這個來 來表現 跟他穿重 對 我看他這個 余英時回憶錄 這六個 又是他自己寫的 八十八 老師寫你寫得這樣 有怎麼那麼漂亮 很不簡單 我看這禮 就很值得點藏 實在說 說在我們的這個 聽眾 或是說我們的生活裡面 當然我們不一定 現在大家都看 或是看書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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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像現在都好選擇了 是 你剛才聽眾說 為什麼他要看書宣 因為歷史是重複的 讓你反思和思考 他是以前這樣 現在買了 剛才說 會重複這樣子 是 讓你去輸透 歷史都是借鏡 了解這個人 怎麼變成這樣 讓人去關心 是很重要的 這個 事情 是這樣 所以說阿哥有下半冊出來 是 我還繼續跟他推 不過可能 相機也是三年五年的事情 我應該沒有 沒愧 再等十二年 如果十二年 一百塊 今天很高興 問到這個 雲城廖志豐 最重要的 你說出版社 有的都有一個風格 是 有的人就要出去吃東西 有的很健康 是 有的很健康 有的很健康 你會帶自己的 雲城出版社 的風格 其實雲城一開始就做雲城 那時候 我不會來雲城進行 好冷喔 對 就做這個雲城 那時候也比較做到一般的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 不是我們的 我們市的路線 我跟他高齡 其實買了 我做了三十年 我也希望說 本人看這個出版社 只看到雲城峰底下 做三十年 做什麼探 我也希望是重要性 有代表性的 有理想性的 有思想性的 我覺得台灣人 應該會給 一些主要讓沉澱 我說我們 比較深層的思考 我比較希望 做一些思想的 比較重要的 大家可以去想 去看別人怎麼思考 怎麼自我養成 是是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社會是 歡迎很快的社會 不過 時刻有時候 你就真的想 你歡迎就不太快了 他歡迎太快 都沒有辦法生思 都潛在那裡 好像第一次 沒有就沒有了 還假的 其實還有更親密的東西 才可以去想的 好 我們今天感謝廖子峰 給我們 介紹這個 餘英時回憶錄 都要驚喜 我們等一下回來